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现在还好 现在很差 但是比半年前已经好很多了 真的有比半年前好吗 我跟你讲 第一步走错后来这么弄都很难 老实讲 很难的 还记得听到韩国瑜请假拼大选 柯文哲叹了好大一口气 现在盛志传 柯皮自己也将在30号开始请假两周 全台替民众党拼服选 财经专家胡彩萍就在脸书大批 台北市长满意度比韩市长还低 还要请假拼服选 重点是他自己没参选 到底凭什么请假 不过他今天出面驳斥请假传言 市政会议下个礼拜 下下礼拜也有 那市政行程排一大堆 我说这个我要请假的风声 是从哪里出去的 所以解论 这个国家最不欠缺的就是谣言 回顾过去一年 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跑去云林加入妈祖绕镜 又因为喇嘛自焚议题 挨红失言 有一阵子 那个西藏的喇嘛 都自焚自焚 那个给中共造成很大的困扰 那好像一阵子自焚一百多人 不论2024年柯P选不选 种种争议让他还没认真服选 民众信心指数就已经不断往下探 三地新闻 徐志雄 曾一辞 台北下方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orking 终 Caitlin 说 阿 Jonah